台湾水勤持续告急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22号召开记者会表示 2019年竹科带来1.09兆的产值 而台积电更是最大宗 如今面临缺水的危机冲击不小 新竹市长林志坚24号出席了民进党终植会宣布 新竹将进入全市省水动员令 政府来做努力找水 那当然企业也要省水 那最重要的还是市民 要来省水 那所以我也启动了这个 节水的一个宣导的一个计划 我们会从下个礼拜开始进入林里 也会邀请企业一起来参加 林志坚进一步表示 新竹面临56年来最严峻的缺水危机 目前新竹县内包括了宝山水库 剩下了20% 宝人水库更惨剩下8% 朝前部署来因应缺水危机 好比说桃竹的备源管线 那每一天20万吨的水会进到这个大新竹地区 那另外呢抗旱水井有17口 一天大概提供2到3万吨 那另外还有66天就完成的这个海淡设施 也大概一天可以提供1.3万吨 目前全台21个水库已经有17个水库蓄水率不到50% 其中包括了新竹宝二水库在内 已经有10座的水库低于20% 中央从上到下寻找对策 但水资源不足的议题除了要靠天帮忙之外 另外民众也要有所感尽量节约用水 才能让缺水的根本问题获得改善 人间卫视张成黄胜泉台北采访报道